第248集 这到底是什么可怕生物 一点血肉露在空气中腐烂后 就有如此恐怖威士 仅仅一缕挥舞 就让道宫秘境修饰的武器粉碎了 这是不可想想 叶凡心中亥然 唯一让人庆幸的是 这块园很不一般 流光溢彩 自行聚集天地精气 破损处已经被光滑堵住 这时上面的修士也飞了进来 他们灵觉敏锐 感知下方无危险 不再忌惮 这时一只有血肉的爪子 几名中年修士当场惊叫了起来 几年前挖到过一截断臂 也是封在圆中 被送回了圣地 台上长老曾有言 一旦发现这样的血肉 立刻禀报 想来事关重大呀 这几名修士 小心地清理石块 将那块圆 与巨石一起搬到了地面上 遥光圣地的太上长老被惊动了 亲自来到此地 仔细观察那只手掌 又反复查看巨石上的人形痕迹 不可思议啊 他似乎很吃惊 这 这什么生物啊 旁边一名年轻的弟子小心地问道 古前 太上长老仅仅说了两个字 太上长老仅说了两个字 便突然止住了话语 很显然 太上长老心中很不平静 过了很久后才呈出了一口气 而后一挥袍袖 将人头大的圆 还有那块巨石收起 你们继续再次挖掘 一旦有新法 先立刻禀报我 这事关重大 我会给你们记下大功的 他神情郑重 而后转眼消失 太上长老 为何没有细说 那种生物到底是什么呀 最起码是太古以前的生物 似乎极其的恐怖与强大 我们的人类在那时 是否诞生了 处在什么地位啊 妖光圣帝那些年轻弟子的疑惑 也是叶凡心中的疑问 他很想知道答案 难道 凭那只爪子 还能研究出什么秘书 与神力不成 这很难说 若是足够强大的生物 那只手掌 或许真的是无价归宝 几位中年修士 也在笑声议论 恐怕我摇光圣帝的大人物 也不能真正名笑啊 当今之事 也许唯有太初骨矿 才有答案 那里有从绝世神源中 活着走出的生物 不要说了 太初骨矿是禁忌之地 在圆框区不能随便乱说 太初骨矿 在这片地域的中心 被各大圣地的园区包围 没有人敢去探索 那是一片不祥之地 接连数天 连续掘了七八口废井 一两园都没有挖出 叶凡暗叹晦气 他还想中饱私囊呢 其他采源人则庆幸 因为这几天没有厄运降临 为挖出鬼矿 就在人们以为风波过去时 第七日间 一座矿井下突然传来惊叫声 遥光圣地的修士 在地面上贺问 发生了什么 这几日间 他们寸步不离 一直都在这片矿区 太上长老交代下的任务 他们不敢大意 骨头 发现了大量的骨头 下面的人非常惶恐 这片矿区 其他矿井下的人得知消息后 多长时间都冲了出来 开始向远方飞奔 采源人经常要面对要挟之事 一有风吹草动 第一时间都会自保 第十五矿区一片大乱 叶凡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很少有采源人能够活上十年 三天两头的闹鞋 就是修士也活不长 怎么回事 平常一年也不见得发生一次诡异之事 这几日怎么如此频繁 几名有经验的采源老人 全都生出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上次挖出那只爪子不是结束 而是刚刚开始 这片矿区多半是鬼矿 要出天大的妖孽了 我也有这种预感 肯定要出大事了 据说 台出骨矿这一年来都不平静啊 恐怕这是大凶的预兆啊 叶凡心中凌然 他觉得这几名采源老人 长期面对这些 应该有一种本能灵觉 或许 他们的预感会成真 不用逃 仅仅是枯骨而已 没有危险 都快回来 一起挖开这个大矿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遥光圣地的修饰 命令众人返回集中所有人力 开始挖掘那口很深的大矿 为了鼓舞众人 他们也亲身进入到了矿井下 现场指挥众人 不过 当他们亲眼目睹下方的一切后 也倒吸冷气 无尽的枯骨都成为了化石 很难数清有多少剧 只要敲碎石头 里面必有大量骨头 让人头皮发麻 最后不见石头 只见石骨 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藏坑 就连遥光圣地的修饰 都感觉几倍发寒了 这里的气息很不对 越来越阴寒 就在这时有人发出了惊叫 挖出血来了 刹那间 惨叫声此起彼伏 当场有上百人死于非命 天哪 鬼旷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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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了 我看到他了 天哪 天哪 无论是叶凡 还是摇光圣地的修饰 都是毛骨悚然 这是一座很大的圆框 上千人在里边挖掘 都显得很空旷 恐惧的叫声响起 传得格外幽远 采源人像是疯了一般 向出口逃去 到处都是石骨堆积成片 如岩水一般坚硬 不断有人栽倒 拥挤 踩踏 时时发生 就在矿井最深处 血雾飘动 但凡有人触到漠不残叫 数岩间化成浓血 死于非命 摇光圣地的修饰纷纷出手 或祭出武器 或斩出秘术 封挡内忧寒的物丝 可是 无论是武器还是秘术 全都不能阻挡血雾 它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转眼间 就有十几件武器被融化 鬼 鬼啊 救命 装有三只眼镜啊 我看到了魔鬼 采原人亡命奔逃 口中发出各种喊叫 极度恐惧 叶帆感觉 大事不妙了 那几个上了年岁的采原老人 预感多半要成真了 他手脚灵活 奔在最前面 三五西间就冲出了矿井 跑到足够安全的地方 才停了下来 砰 里声 矿井被人打穿 遥光圣地一干修饰 狼狈的冲了出来 其中一个中年人 几乎癫狂 惊恐的大叫 但眨眼间就化成了 一滩浓血 坠落了下去 这座矿井一阵大乱 残叫 哭嚎响声一片 逃出来的人 战战兢兢 连滚带爬 远离那里 直到半刻钟后 这一切才平静下来 近千人下井 挖掘石骨 座椅中 只有三百余人 逃出来 愚者皆死在了里面 遥光圣地的修饰 全都面沉如水 刚才他们想 封堵血雾 结果却是五人惨死 包括一名 道宫秘境的中年人 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赶紧向上禀报 鬼框出现了 这是他们 最不愿见到的景象 不多时 遥光圣地的一位 太上长老 还有七八位名宿 快速赶至 详细询问 井下的情况 结果呢 没有一个人 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无法详细描述 只是说 好像是看到一个鬼 一动不动 你们 都退后 遥光圣地的太上长老 李元赫头 他并指如箭 遥遥地向前站去 一道光束射出 化成一把巨大的光剑 向下劈去 再发生的文句 再发生了 坚持开